像竹一样的东西吧 但是它是这样 1 2 3 4 5 对不对 它把它节省 这个变成这样 然后上面就写一个口 加一点 这个口看一下 约律位置是在这边 然后呢 它是接着脚脚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有那个楷书的那一种 笔法 好看一下点回贴 这就是楷书的 有点变化 通常我们是点回贴 对不对 它是点回贴平的再下来 听懂了 我一样进去向左一点点 下面呢对中 适当的距离 那边有铁可以看 接下来那个像月一样的东西 它是在这个里面 不要比它宽 那我现在太宽了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从里面起 好 那这个脚脚脚脚脚脚的 什么叫脚脚脚脚的 就是有一个方方正正的脚 方法跟刚刚我跟各位讲的差不多 这个生啊 少了那一笔 但是呢我好像还是把它写出来 这一笔你参考它 同学你看着九公饭铁血 一定要参考黑铁一起 好不好 不然我真的觉得压力太大了 那我们现在来用这一笔的写法 好了以后向左边 好重复重叠 接下来这一笔小一点 这个黄上次写过了对不对 基本上它的横画之间的距离 还是差不多有 听懂吗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参考一下 这个鞋它这个黄斜的比较多 其实你给它看看别的那个方框 它斜的很少 这个呢比上面的多一点点 你看它的第二笔黑铁上 人家也是一样做起笔啊 第三笔你看不见起笔 你一样给它做 OK